Hello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声音师的总结赛将于5月1号在杭州举办 届时噩梦主义模式呢也将在5月5号下线 如果还有没有完成活动任务奖励 领取个性动作的小伙伴们得做一时间咯 然后就是按照往年的习惯 每周年的线下总结赛呢都可以去现场领取限定的蓝皮 一周年的线下蓝皮的话是机械式的时装废土旅员 从山术图上看的话算得上是非常良心的一款蓝皮了 戴着口罩的样子 有点像动漫人物卡卡西的风范 在游戏内的建模效果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是限定的原因 后续的话一张激活码的价格更是涨到了1000多 而且还是有价无市的局面 然后的话是二周年的线下限定蓝皮式红富人的奸赏架 这款时装的建模效果的话也是颇有深渊山的主题风范 整体上看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价格的话也是一度涨到了两三百 光博为了打击黄牛的行为给这款激活码设定了有效期 不然估计这个价格会跟废土一样越涨越高 最后的话就是今年三周年的现象 现在蓝皮的话是守木人巡路人 从山树图上看的话有种迷彩服的打扮风格 装饰方面的话没有以往线下蓝皮那么足 整体屏风的话一般般吧 最后的话就是深夜4的商城紫皮 野人的零件搭档呢将在22号上架 和深夜350那款恶珠花一样 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紫皮了 但野人的话不是很热门 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去买 此外深夜4的珍宝也将在29号限制返场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